全球两个跟特斯拉赛博皮卡彻底无缘的国家可能要出现了 一个是欧洲 另一个就是中国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表示 特斯拉赛博皮卡很难在中国合法上路 原因跟赛博皮卡5部5米7车身没有关系 主要是中国对车辆的行人保护功能有严格标准 要求车子一圈必须圆润 车身不能有棱有角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车前后保险杠都是塑料的原因 起到保护行人安全的作用 而特斯拉赛博皮卡设计的棱角分明 还是用的能够防弹测试的不锈钢材料 所以特斯拉赛博皮卡很难达到法规的安全要求 直接导致国内基本不会上市 欧洲和中国一样有行人保护法规 中规原则基本和欧规一样 赛博皮卡的前后杠不能说一点戏能没有 但也差不多 行人保护几乎没有 稍微碰到点都重伤起 那国内预定的车主怎么办 只能是退款或者买了只收藏不上路 不过特斯拉很大可能会做一些改动 例如变得不那么尖锐等等 毕竟中国上不了 欧洲也是一样上不了 除非特斯拉赛博皮卡不做中欧市场 从懂车地里搜索发现 特斯拉赛博皮卡后驱版给到的 国内上市时间是2025年 短期来看 这个时间还要往后推 即便马斯克表示 到2025年赛博皮卡产能会提升 但按现有订单量 做完也到了8年后了 受产能不够影响 国外都供应不上 国内更无望 在一个中国皮卡市场小且受限制 国内的皮卡车型属于货车范畴 特斯拉赛博皮卡要和其他皮卡一样 15年报废 这么一看就更没有什么优势了